为五百万元这个官司 拒绝以六百万元交保的 云林县长苏志芬 在这个昨天呢 以绝食绝要来抗议 那么何怡婷下午呢 耕裁积压 不过呢 他这个检方跟律师都不满意 都说要抗告 不过昨天看到他呢 走出法院上求求之前 还是双手呢 上了手铐 但是呢 隔着围墙跟支持者来握手 大家这个支持者呢 落泪情绪相当的激动 苏志芬在法警的压界之下 步出云林地方法院 依旧高举着 戴上手铐的双手 在上球车之前 隔着围墙和支持者握手 在看一次这样的画面 苏志芬把头望向围墙外的民众 双手没放下 也没说任何一句话 支持者在围墙外不停高喊 情绪非常激动 苏志芬感受到了支持者 短短几秒钟的沸腾情绪 坐上球车转往云林监狱 支持者聚集不肯散去 望着球车离开 有人激动落泪 苏志芬从拒绝交保 绝使抗议到这一刻 被云林地方法院裁定 收押整整12个小时 完全看不出任何疲惫的神情 可以看得出来他抗议的决心 原本可以以600万元交保 却反抗拒绝 云林地方法院召开第二次 何一庭裁定收押 认为没有提供这个600万元 拒绑金有积押的必要 苏志芬涉嫌已核发操作 许可证给景美环保科技公司 收贿500万元 减掉使出铁手腕 没有传唤就直接拒提苏志芬 也成为了民进党 第二个被收押的首长 中文新闻 江泰景 云林报道